再贵的床 15天后也会爬满200万只城门 一年四季都好用的发热暖电 只要加热4小时 就可以去除95%的城门 客服专线 02-8791-9010 大家好 童文城突破童文城 我是童文勋 我是杨倩宏 已经超过两个礼拜 国图还没有下架 蔡英文的非议论文 那我们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再说一次 就是根据学位授予法 以及这个国图自己的 根据学位授予法的 第十六条 制定了自己的馆长 要收纳朔博士论文的办法 那事实上 蔡英文是没有资格 登入国家的 这个朔博士的 这个登录系统的 你只能收 国图要收这本书 也只是 把它当馆长的一本书 来处理而已 那不可以登入朔博士系统 那你没有依法行政 事实上是违法行政 那违法的行为 当然要自己可以更正 你不要等着监察院来纠正你 那就难看了 谈和啊 是 再不纠正 再不自我纠正 就是谈和 那我觉得 如果说我们给他一个期限 如果说一个月之内 让你有一个比较宽松的时间 如果一个月之内 国图不下架的话 我们就送一个匾额去国图 菜馆 菜馆 我们去梯馆 就是菜馆 国家图书馆变成菜家的图书馆 国家变成菜家 所以就是菜馆 我们就送一个匾额去 看你敢不敢收 有没有脸收 所以只要你不下架 我们就持续的 持续的 一直到你下架那一天 我们才会终止这项呼吁 这个就是国不国 家不家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讲什么 我们来踢爆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逐步的把这一些 这些 蔡英文的这本书 这个《非论文》 国图这个版本 对照他之前在 陆陆续续从1983年 一直到1986年 一余多吃 最后还集结在这一本书里面 这个是在1990年的时候 为了要升等教授 还帮他出版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逐步的 一篇一篇解析的 解密的时候 对照的时候 我们对对对 就对到这个 台大的这一篇 台大的这一篇呢 它是刊登在 台湾大学的 法学论从的第十三 第十三卷的第二期 那那个出版的时间 是1984年的6月 1984年6月 对那通常呢 你在搜录这些论文 还需要有教稿 比对啦 排版啦 所以真正 真正收稿的时间 是三个月之前 解稿日 解稿日是1984年的3月 3月就解稿 好 那那个时候呢 我们请导播进来 这一篇所谓的这个作品 它的题目是 现阶段之主要国际贸易纠纷 及法规之分类化倾向 实在是看不懂啦 那 没有关系 这一篇东西呢 放在台大的法学论从嘛 那我们请导播进来 那个 Room In 比较大的放大 台大怎么称呼它 台大说它是 英国伦敦政经学院 法学博士 所以原来那个什么 国际经济法 我们可以对到 任何一版政治大学 给它的抬头 叫做 国际经济法 博士 看起来比较伟大 不想 没有这个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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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台大不接受 台大不接受 所以台大比较严谨 所以我们应该不要 再写一个论文叫做 论台大法律序 与政大法律序之不同 这个不太公平 你台大法律序 除了募取的分数 不一样之外 还有什么 还有专业的坚持 专业的坚持不太一样 其实起码在这一点上 这一点上是 好像台大有点 赢一分 目前赢一分 然后 它后面有一个 附著 是政治大学 法律学系 客座副教授 那是几月 就是我们说的啊 就是三月嘛 1984年三月 搜稿的时候 它就用这个身份去了 那大学通常是这样子嘛 就是二月跟 八月起聘嘛 对 对不对 是啊 二月八月或是二月十月起聘嘛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 你不可能六月去聘他啊 你六月聘他 你不是多付他暑假的钱 又没有学生 所以通常就是开学才起聘嘛 是啊 二或九 二或四 大概是这样子吧 所以那时候是 所以政大起聘是什么时候 应该是二月 你也不可能第一天不开课啊 开学就要开课啊 但是他还没回来啊 他已经回来了 显然回来了 显然已经离开了 那个刘铁针不是说他 1984年 六七月的时候 我们请导播进来 刘铁针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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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撰写了 夏天开始撰写 口试通过之后 就可以拿到博士学会 废话 怎么知道会通过呢 专攻国际贸易法及经济法 希望毕业之后 可以来政大任教 所以 看起来他关系很铁 他是后台印 这绝对有后门 这绝对有后门 因为我们都知道 我们当代部分的人 都是拿到博士学会 拿到学位了以后 人家还不见得理你 还不见得理你 只是一个还没有通过 论文也还没写完 也还没考试 博士结尾还没拿到 就可以以多次书信往返 就可以考虑他来政大教书了 OK 然后他说他次年 政大是什么学校 他说他次年六七月间 西戴琪博士辩证书及法学博士论文 他还把题目弄出来 叫做 Unfailed track practice and safeguard action 然后来袭与本人面谈 六七月 1984的六七月 说谎 大法官说谎很好看吗 大法官被打脸很好看吗 还是他记忆错了 我们给他一点机会 白纸黑字记忆错误 那你还出来丢人现眼 那是丢人现眼 不管记忆错误或是说谎 都是丢人现眼 刘姐真真的是晚节不保 他还说他还保证他的内容 他说 他毕业之英美名校令人敬佩 论文内容充实新颖 参考资料丰富 符合本系所欠缺的国际贸易法 及经济法师之条件 然后他还说 你真的看过论文吗 深受同学之爱戴 你真的看过论文吗 太好笑了 我们最近看完论文的人 大家都大笑三声 你的论文我会过 包括刘铁针 你在政大法学院的时候 法律系的时候 收的那两本 1983 6月跟1983 12月 那两个政大法学评论 错误百出 主审这个论文的人 名字就是你 就是你 我们没有在讲别人 因为我们过去 都是一直在质疑 政大法律系法学院 说你们到底什么审的 我们这是第一次 非常清楚的说 主审的就是刘铁针 我们有一个原则 就是说 你自己不跳出来 我们不会点名你 是 你如果不是在公开的资料上 有名有姓 我们不会点名你 就这样子 我们不推测 不要拨其无辜 如果你躲起来 没有正义感 你只要不出来说谎 祝也欢迎正大 正大现在的 爱惜羽毛的学者专家们 出来 大家看到我在笑吗 出来 出来说 那个不是我们做的 那是留铁针颂 杨大哥现在是在传教 我在传教 没有啦 我总是都是有善意的啦 我总觉得人都还是有善念的 不会那么邪恶到说 我就斩听截写的说 不可能的事情 不可能的事情 你说 现在的正大的 法学员跟法律系人 被我们这样斩了好几次 正大简直已经 法律系人不在乎啊 法律系人早就已经把他踢出 踢出法律系了 把他请出去了 蔡英文啊 我把他请出去了 蔡英文后来回去 不是去法律系啊 他是去商学院啊 那90年的时候 不是会出那一本吗 那是正大出的啊 不不不 我法律系人出来 你是不是跑不掉 不要跑 不要跑 这是法律系人出的 对啊 我那天不是问你 问得很清楚了吗 法律系出的 对 不要跑 不要走 法律系 你又把他收回去了 他把他收回去了 就是这件事啊 所以应该这样看 我的猜测 他回去法律系监课的 我的猜测是 当时候法律系 也有比较正直的人 就主张说 又兼差 又兼差 然后加上学问也不怎么样 诺文写的不好 到处错字 我不相信 我们1983年那两篇论文 我们两个拿到一看 就开始说一大堆错误 我不相信 花表在正大的时候 当年正大的其他老师 没有人看到这些错误 因为那个不是什么专不专业的问题 那是根本唯一款写一篇论文的最基本常识 应该没有人看吧 没有人看 你把正大的法学评论 看成是只是大家硬来开心的啊 那个你是指教大学部的人 大意我们看这种东西 那学校的期刊嘛 你翻这种东西一看 就开始会看到错字了啊 是啊 你会看到名词的不对啊 我的意思是当时候的老师 但难道没有人说 怎么错误这么多 刚刚大概笑一笑而已吧 笑一笑 对 一笑自知吧 没人说 但是至少对他的专业水准 都有一个评价了嘛 连这个都会错 对 对不对 对 这个跟我们在医学一样吧 这个是有客观评价的 你知道我们在医学里头 发表这些论文都要很小心 可是杨大哥 如果有一个医生 可以被笑 你们会出来讲话吗 因为他会害病人 害病人只是害一个或两个病人 你今天发现说 蔡英文的这个问题 是害整个国家 不过我本来这一旋 就是比较奇怪 我曾经在大学读书的时候 去参加我们那个 所谓的非常优秀的校友 回来演讲 讲得头头是道 哇 那个校室里头 爆满 坐满的人 坐满人 我听完以后 一大堆一份 站起来问了很多问题 群情激愤 大家觉得说 你还这么有名 从外国学校 这么有名回来 你这个 我那时候才大几 大五 大学五年级的时候 就是说 我认为不符合 当时我用了一个字 就是说 他所讲的理论 不符合 Cohort Postulation 科获式原理 科获式原理的意思 就是说 很简单 你做出来的实验 我拿来重做一次 结果一样 Cohort Postulation 如果你做了实验 你做了这个结果 我重复你每一个步骤 做出来不一样的结果 这个绝对是伪科学 那我当时候是提书说 那一位学长 所提出来的东西 完全不符合 Cohort Postulation 我的预测 所以我认为 那是一个伪科学 伪理论 不值得这样子 大家去追随 所以你不能用自己的标准 去要求政大这些人 没有啦 能够进政大到今天为止 都是有特殊的 很强的底子的 我的意思是 因为你问我说 我们医学院会不会 对这种事情会提出 柯文哲的事情 一切都沉默啊 甚至出来护航啊 我认为医界的问题 跟法界的问题 不相上下 所以我们觉得 你也不要笑我 我也不要笑你 我的意思是说 医界出现台大 出现柯文哲这种事情 干了这么坏的事情 这是一个非常可耻的事 因为我们有一种形式 是医界里头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我们有一种叫CPC 叫做Clinical Pathology Conference 就是临床病理讨论会 那个里头 以前都在台大第七讲堂里头 举行 那个学生都五六七年级的学生 都坐在底下 看那个P级的教授 在那个通不过 临床病理讨论会的时候 被修理的体育 大家在后面笑昏了 那种事情 医学院基本上是有 互相批评 对 而且必须要抽之前的病例的流程来内检 对 而且必须要抽之前的病例的流程来内检 因为你自己写下的病例就是你的罪状 对 这些优关性命嘛 可是其实更严重的是法律系 法律系如果遗害的话是私人遍野 是啊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医学院有这个传统 那后来也许就 子孙不孝 后来的医师可能这种 这种精神 一般精神不见 像台大也常常出问题啊 台大医院常常出问题啊 台大医院常常出问题啊 但是我们不能发展这个议题 其他医学院也有啦 我们不能发展这个议题 因为光是我们刚刚讲 留学院大法官这个事情 就已经没有讲完了 是否我们有坚定的信念 想要共同实现这些目标的 我们共同的支持者 一起我们来打造这个T-Coin 北元要做成这个台湾的法定货币 法定货币之一 成立于美国建交宣打团 在环保的部分应该我们要建立一个team 去做维护基镇 台湾变成一个独立国家的时候 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现在就开始做 那你在73个原因要干嘛 办73份报纸 全球大概是有上百个城市吧 都有台桥在的地方 让他们能够详细接收到正确的信息 然后提供意见进来 我们帮忙来 维护基镇的调查 也一样 司法改革 都可以用虚拟货币来给付他 我们来做这样的一个永续发展的 建立台湾主权的道路 解决所有台湾现存的这么多人来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就从T-Coin的认同号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